剛才你說投資的話題 我就想起樓價 現在我們新處布吉 都看過一下樓盤各方面 都覺得很吸引 哇 百多二百萬住這樣的環境 沒得定 相對於香港 如果用布吉 或者用泰國的樓價 回望香港的樓 雖然香港樓的樓價都跌了不少 不過相對來說 仍然這裏都是很吸引的 就算跌了 豪洲的二、三個巴仙都肯定有 但是香港樓價 我想都是仍然全世界最貴的頭五位 是 你說得對 跌了也很難撐 跌了 現在的新款都14000至1500元一呎 例如有時候我熟悉一些 例如一萬成 2000多元一呎 例如這裏多少錢一呎 都是1000至2000元一呎 就是這樣說 在布吉 我28年前來到Bangentree 原來我自己都不知道 在陸續續來這裏的時候 我也是住過不同酒店 現在我們住的一間酒店 以前叫Surriton 是 那我為何這麼熟悉 但是名字都變了 原來我以前在這裏住過 所以我最有印象就是這些湖 當時就是第一 你自己有個結帥 接著有個私人名池 接著坐著一些湖 到處去吃東西 當時很印象 30年前很印象 當時就沒想過 來這裏住 投資就沒想過 就是玩 但現在看到他們的周遭建築 慢慢慢慢 完善很多 越來這個園區 已經不同了 你也聽過Bangentree的故事 原來也源自香港 是的 老闆在南馬道出生 所以在榕樹灣 是嗎 是的 所以在榕樹頭 所以Bangentree就是 就是這樣來的 那個老闆是生於香港 成長於新加坡 是的 又居住在泰國 居住在泰國 是 那他在這裏做 我覺得他最印象我就是 看他不是那些發展韓那些 他那些 就是變設 第一 是一步一步慢慢慢慢來 這個當然 我們在這裏住 他請我來 好像我們在這裏賣廣告那樣 但是這些 不是叫廣告 你心裏面有個感受 你知道有個真實的感受 你才能夠說出來 是吧 我講一件事 大家就已經 是無可抗拒的了 就是 Bangentree的老闆都住在這裏 是吧 那就是他都覺得好 他不是純粹做生意 他都想在這裏退休 我聽到在哪裏 我敲門 叫他說 有些discount 在哪裏 這裏是隨便一個 是隨便一個 別說 人家有些私隱 保持私隱 總之他就住在這裏 他不只住在這裏 他還為自己的子女在這裏賣 不要說 集團你隨便選過 不行 做生意還做生意 私人投資還私人投資 他都是投資到這裏 連老闆都這樣做 那你就不聰明了